3月29日,李嘉欣在个人社交平台上晒出一张美美的自拍照,虽然已经47岁了,但是他依旧动灵满分。 照片中李嘉欣戴着灰色的帽子,穿着蓝色条纹衬衫,背后是一片樱花,而李嘉欣则长发披肩,妆容素雅,皮肤也很紧致白皙,果然是人比花椒。 不少网友都在评论里表达羡慕之情,真的是保养有数人比花椒了。 香港女星李嘉欣和身价800多亿的富商老公许静亨结婚后,在2011年生下儿子Jaden,婚后逐渐淡出演艺圈,专心在家相夫教子,近年来为了庆祝爱儿7岁生日,特地举办亲生派对,没想到将照片剖网后,却意外引来酸民批评,腿粗了一圈,而他高EQ的反应反而获得不少粉丝好评,意外引发讨论。 李嘉欣9日通过微博发文,晒出特别替儿子举行的生日派对,开心写道, 又爱又恨,咬牙切齿地养了这小子7年,生快我的宝贝。 画面中只见他将现场布置成埃及风主题,派对上设有法老王,金字塔,人面狮身像等布景,就连蛋糕也是埃及风格,上面还印有儿子的英文名字Jaden,相当精致。